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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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歐爺 加上名字的時候請各位兩隻手借給我兩隻手 來 點一下自己的肩膀 往上彈的時候大聲大喊歐爺把你的壓力喊出來 3 2 1 歐爺 給自己掌聲鼓勵一下掌聲 是的 沒錯 我就是最能夠調節兩代之間紛爭溝通問題的歐爺老師 各位有沒有覺得奇怪今天怎麼主持人 明翰沒有來 今天他是要被調節的 所以呢今天他不主持 來 首先我們掌聲歡迎年輕人的代表 來 宋明翰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各位好你們 我的主持人宋明翰 來賓 來賓 這集我變來賓啊 是 沒錯 我才是主持 各位好你們 下禮拜見 拜拜 來的 謝謝 慢走不送 通告費就我領了 謝謝 來 那個主持人歐爺 有什麼要對來賓宋明翰吩咐的 好極了 年輕人就是欠電了 是是是 今天呢你是負責被調節的 嗯 還有一位調節的來賓 誰啊 唉 掌聲歡迎月光節 我們的小林老師 嗚 唉 唉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多 來賓宋明 哇 你們兩個是師生關係 怎麼 感覺起來有什麼事情 需要我來調節的啊 我覺得沒什麼好調節的啊 小林老師 是我的老師 老前輩 老熟人 老恩人 又是相聲表演老藝術家 老 那大部分都要去老 就當沒反應 大部分民船接送的 就說的 老前輩 前輩就前輩 幹嘛還老啊 不是 你本來就老啊 你站在誰那邊啊 我會特別提這個老字 主要是想跟小林老師說 我們人 都要慢慢接受自己年紀變大 變成熟這件事情 不然人到了五六十歲 還在裝可愛 不是也蠻尷尬的嗎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就是聽到這個老 特別不開心 我知道我有年紀了 不用你每次提醒我 你看 老的 很會老媽 嗯 學生的很會老師 老的很會老姐 年輕人很會老前輩 老公很會老鄉 翻詩的啦 等一下 陳老師 剛剛老姐老媽這些 中文我們都應該知道 都聽得懂對不對 剛剛有一個 老鄉馬 那個是什麼馬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客家化的老太婆的意思 說得很精髓 來寫一遍 老鄉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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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左邊的觀眾 來 老鄉馬 大聲一點 老鄉馬 對她說 小林老師是 老鄉馬 那是你們說的 我沒有說 你們 你們都他親戚是不是 你們兩個有完沒完 多子多孫 老老 歐爺 你資格也不年輕了好不好 心態年輕最重要的 而且聽說 客家化裡面很多用老這個字 其實有正面的用法 對不對 對 必逢共 您老心不老 人老心不老 老您生生自 越活越像孩子 老樹嚕 就是經驗熟練的人 老師您 老師人 老三點 對 不要不要 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 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 不好看不好看 老水狗 肉肉強食 肉肚茶 man 欸 肉土敢去 欸 有打 有打 沒禮貌 我真的沒有打肉肚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我今天上節目 主要是為了教訓你們自己 不懂得敬老尊賢的晚輩 要不然啊 董董董文發 沒人敵人 有這麼誇張嗎 小林老師 當然有啊 你看 老三哥 沒人疼 新歌曲更動聽嘛 老習俗 沒人疼 新制度更合理嘛 老藝人 沒人理了 啊新 圓結衣更可愛嘛 對不對 很多人認同啊 你看看 真的 你不要這樣講什麼就頂嘴 怎麼回去 對不對 新圓結衣是真的是最可愛的 對不對 我就說 欸 你看看現在的年輕人 是不是 愛跟長輩頂嘴 不是 明來說這句話其實 沒惡意吧 對啦 沒惡意啊 我只是想讓小林老師 多接觸一點我們年輕人 喜歡的文化嘛 對不對 對 小林姐你也別氣了 氣氣氣 其實他們這些人不懂 欸 不懂我們老藝人 沒有不 老藝術家 資深藝術家 資深藝術家 就是這個 我們的以前的輝煌歷史 他們不懂 不懂他們真的不理解 不懂 不然 我們用說脫口秀的 蛤 我待會兒說一段我親身經歷的故事 講給大家聽 也許大家就比較能夠懂了好不好 聽故事 你的故事是不是 各位想聽嗎 好 好 那就助理 我們兩個就在旁邊聽 上一次請兩位就坐 謝謝 觀眾欸 啊 啊 這哪來了什麼神經病啊 這個是 我是大嘴鳥快弟 等一下 等一下 弟 你上一次錄影辦的不是黑喵宅集變嗎 我被開除了 為什麼 因為我太鳥了 別理他 這被開除也是很合理的 大家就來聽聽我的情神經歷的故事吧 現在我想先問一下 有沒有客家人的請舉手 客家人的 嘿 真有 現在還會講客家話嗎 會 掌聲鼓勵 不容易 我自己本身也是個客家人 但是說真的 客家話講得不是太好 因為什麼時候會說到客家話咧 就是呢 阿公阿婆 也就是我的爺爺奶奶還在的時候 才有機會有辦法對話一下 那我的阿公喔 就是很典型的客家男性 話不多 有的時候講話 甚至只有一點點話 像什麼 他會跟我們講 你阿公喉嚨是卡到魚刺是不是 我跟你講 這是客家人很喜歡用的語注詞 不是魚刺 是語注詞 這是真的對的 這是語注詞啊 就是幫助他說話 結果後面也都沒有話 只是一講完了 我們就說完了完了完了 生氣了 再不怪就要被打了 不只話不多 有的時候 生病也不甘也不哀 好幾次啊 我阿公看到他 都已經咳嗽了 我說阿公啊 還好嗎 他就會揮揮手 跟我們說啊 沒事情啊 沒事情 這句就是 沒事情啦 沒事情 都說沒事 都不想讓我們關心他 到最後 然後就真的出事了 感冒 延遲就醫 腰去看醫生不看 後面轉成急性肺炎 等我剛才趕到病房的時候 已經是進家務病房了 我那時候看到他的時候 全身插門的管子 很心疼啊 然後那個時候他跟我們來 馬上 那我就跟我爸講說 他要喝水嗎 他是不是要講話 還是阿公真的很不舒服 就看到我爸 氣定神弦的說 看不懂啊 阿公都這樣講聽不懂 某事情啊 叫你們回去不用擔心啊 這樣怎麼能不擔心 可是我們就被趕走了 我們走了以後 阿公也走了 你們家是不是有這種長輩 都說沒事 只是不想讓你擔心 不想給孩子添麻煩 所以我在想啊 如果再一次 再回到那個時候 阿公揮手跟我說某事情的時候 我可以不聽他的話 我裝作聽不懂那句客家話 然後我就堅持多陪陪他 是不是有可能 他就可以在我的回憶裡面 待久一點點 可是 不是每一個長輩都這樣子的 對不對 有一種長輩 就像我的阿婆一樣就是奶奶 完全就不是這個樣子 那個已經不是話少了 是話太多 自從我阿公一走以後 他也是揮手 那個揮手 每次他一揮我們講 阿婆某事情某事情我們不用管他 阿婆在叫我們 阿婆有話要說啊 她說什麼話 天天跟我說話 說什麼話呢 她每次都跟我們說 我會死 這...這什麼意思 我會死喔 我... 我... 我會死喔 我會死喔 下一個就是我 你聽到... 我...我會死喔 哎呦 我是你的翻譯啊 你看 翻翻翻 不要来 听不懂啊 哎 等一下 你们要照顾我 你是不是他阿婆啊 这没礼貌 这这蛮像的 年龄差不多吧 对对对 天天天天 阿婆都觉得自己会走 啊每天呢 都要我们照顾他 照顾他最多的是我妈妈 我妈妈生怕 哪一次没有照顾到他 会被人家说一辈子说 哇不笑 这个媳妇不笑 有一天呢 我妈把我交过来 我儿子 妈妈有话告诉你 我说妈怎么了 你阿婆 再不走 蛤 你妈要先走了 她每一年每一天都说她要走 没有一次说到做到了 蛤 各位可能不知道啊 我阿姑走的时候 我阿婆都说还不到七十岁 结果她每天 我还要死 还可以堵持我 帅哥救我 我会死 结果她还活到九十岁 哇 这求生意志之坚强 哇 那我们每个人都快要放弃了 她还没有放弃 哈哈哈 就到最后 即便连医院发病为通知 阿婆还坚持等到每个人都到 因为我遇过这种长辈 还有点名的 妈你没来 谁没来谁没来 都要一个一个讲到话 我发图等过 我话跟你们说 结果那话 没有一次说完的 都等着下一次下一次 所以医院病危通知 发了好几次 我们到后面 已经不知道要不要去了 你知道吗 后来我在想 阿婆为什么 我才慢慢地发现知道 其实他跟我们一样 其实只是希望 说话有人听 只是希望 如果他走的时候 不要是一个人 他会害怕 所以我记得我最后 跟阿婆说的话是 我握住他的手 摸摸他的头 就像小时候 我爸爸妈妈不在家 他也会对我 用这样的客家话说 阿婆 阿婆 好吗 不怕 不怕 不怕哦 等待 等待 我 我 哪里 哪里 他家里 就带 我 没给你 好 以后啊 都够骗 万有阿公啊 阿公也还在啊 那个时候 你要骂他再骂好不好 阿公会听你说 我们都会听你说 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课教话 要听懂了 阿婆就走了 所以 每一次只要有人问我说 喂 老师 课教话跟谁学的 我就会说 跟我阿婆学的 因为我大公 他只教我 还有那个 遇到什么事都 我事情 谢谢大家 没死请 你阿公显灵了 没死请 谢谢阿公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 为什么是口罩呢 你哭得太吵了 给你擦眼泪啊 不好看 谢谢 谢谢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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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难过 这什么关落音的仪式 两位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 真实的故事以后 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气 有有有 我觉得就是 其实老年人需要的 就是要有耐心 对 有实际上 广发困难不太吵了 主要是没有在这样 希望得到关心 你看 你看就想嘛 以后遇到长辈说话 如果你觉得比较啰嗦 是 有时候我就把它当成 就是在听收音机 广播一在讲话 然后你就 你这个比喻有点奇怪 你们长辈跟广播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什么我们长辈 我找不到你们的插头 可以拔掉 你这个没礼貌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 两边互相听听彼此一些想法 也许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陪伴 不如这样 今天各位观众也立临现场 相信每个位可能就是有孩子的 那两代之音要受到什么样的冲突 今天提出问题 搞不好我们三位 说不定可以给您一些解答 什么都可以问 反正他们两位 应该会想到好方法 对 我们尽量好不好 尽量努力 尽量能答的就答 不能答就随便答 就随便答了 有问题的请举一下 有没有 有问题 太棒了 请 吓死他了 吓死他了 OK 来 去 我想请问 欧岳老师跟小林老师 是 如果那个小朋友不太跟父母说实话 蛮爱说谎的 有什么好建议 真的 在我们家我们就是觉得孩子就是要说实话 OK 首先我们一定要先问一下 年轻人为什么不说实话 其实我跟一般年轻人不一样 我们家从小对我的训练就是一定要我诚实 这很正常 严格到什么地步你们知道吗 怎么样 我爸妈买了一台测谎机放在我们家 这么专业啊 只要我说谎就啪啪啪啪啪啪开始叫 哇塞 有点不太过分啦 有一次我那个小学四年级回家 我爸说你英文考几分 我说一百分 骗人 te 我爸就很生气 宋明翰 你敢说谎是不是 你应该学你爸从来不说谎 你爸也一样了 我妈在旁边做菜 哼 果然是你爸的亲儿子呢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这个 这什么家庭 这什么家庭真的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是你们长辈先对我们不诚实的 这倒是一个蛮新银的说谎 其实我做一个比较 他这个是当然用笑话来演绎 我们多多少少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说谎 都是比较善意的 没有什么恶意 我相信现在小朋友也是 但你要知道 以前小时候说谎 比方说我骗妈妈说 我出去同学家复习功课 其实跑出去玩没什么 以前没那么多诱惑 现在什么又夜店 又店玩又干嘛 父母亲担心 所以现在的父母亲是 比较担心小孩子 所以其实说真的 未必是一定要说实话 关键就是担心 对 我们是害怕长辈担心 弄了半天是 双方都在担心对方担心 对 在方法用的旁不太对 所以懂了 你孩子不说实话没差 他只是担心你 什么的担心 你不说实话 原来去担心我了 懂了 他担心你承受不住 这样讲的也对 是不是 这个回答 你满意吗 可以啊 OK 真的 莫名其妙 答得蛮好的 对 很奇怪 知道为什么 大家慢慢懂了吧 今天不一定会得到正好的 对 但就是莫名其妙 那会很有你道理 好不好 OK 有没有人要得提问的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来 请 这边有一位 这边有一位 美美美美 后面有有美美 后面有一些 哇 你还很配合跟她一起嘎嘎 啊 赞赞 赞赞赞赞赞赞赞 就是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现在刚好要填志愿 然后我想 对然后我想读法律系 可是我妈一直叫我去读政治系 那这要怎么办 妈妈想要跟你想要的不一样 那你就去读音乐系 走出第三条路 对 开心啊 这条路走不动 这条路走不动 一定要走一个没得走的路 就这样 对对对 哇 音乐系 而且参考 对不对 我就还 反过来就跟你妈妈讲 要我念政治系是不是 我念音乐 不要吧 没饭吃了 那就法律就OK的 故意就是先说一个 他最讨厌 最害怕的 是 然后到最后呢 他就相较觉得法律系算不错 就变这样子了 那边有 这边有一个 来 请 很厉害 你是大嘴条 老师好 我是想问的是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长辈都很喜欢情绪勒索 哇 就是 对 长辈哥好高兴 真的 好问题 我们说是 你们自己也有被情绪勒索过的请举手 哇 太厉害了 没有一个是长辈 真的是这样 没有一个是长辈 长辈为他的长辈勒索 长辈现在还在想 情绪勒索是什么 还在想这些事情 没有 这句我觉得 我觉得情绪每一位长辈都有 但是用勒索这个词汇 我觉得有点 可能 不是太 太单了 对不对 而如果今天大家都有这个疑问的话 来 明翰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有有有 这个我从小就有经验 但是我也很会应付 来表演给大家看 来来来来来 我们来勒索他 你们两个都来勒索 我们来勒索他 现在才回来 真的 每天都讲少回少回 你怎么不听啊 等你这么久了 你快看起我们吧 你不要那么激动 不是 我只能去夜店放松一下嘛 这样子都每天都放松 你比松井带还要松 你要是在这我早出晚归 每天都出去排戏干嘛 我跟你讲 我们就不要你这个孩子 我们就不给你零用钱 我帮你付学费 这样勒索是不是 怎么样 好 如果你要这样勒索我的话 我就把你跟王阿姨的事情 讲出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的王阿姨啊 晚一点回来 被表外面事情很多 这是好事 对不对 你等一下王阿姨怎么回事 王阿姨 王阿姨怎么回事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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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一个东西勒他 OK好 厉害了 是不是 所以你反勒索你的步 勒回去 勒索人家要的就是 可能要打到他的目的 或者是钱等等之类的 你只要掌握到对方的一些秘密 没错 你就可以勒回去 您今天这个方法真的都是 对 所以大人不敢跟我们诚实 就是这个原因 你知道也太多了吧 你看看 是不是 没有 不管怎么样 我就跟他讲过了 用勒索这两个词汇 听起来比较有点刺耳 其实不管怎么样 可能就是父母亲 早期的父母 跟现在的父母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都是关心子女 像我的父母亲也是 我到现在 对不对 像我今年三十岁 对不对 我还没讲完嘛 三十一岁 好啦 三十乘以二 我的父母亲 还是把我们当小孩子 他就是关心嘛 不过遇到情绪搜索 我觉得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反应 就是 你自己没有觉得你被勒索 人家就勒索不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 你自己是受害者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受害者的话 那谁都是加害人 所以你不会受到影响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受到影响 反正 对 勒索你人就得逞了 希望大家可以学到好不好 谢谢 谢谢提问的观众们 对对对 好了 今天时间关系 又去我们最后一题了 是 来 我爸一直希望我能够考上研究所 但他自己却考不上 到底是凭什么 诶 诶 很冲啊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个问题了 他已经在宣泄他个人不满而已 对 他还宣泄了 对对 所以镜头如果take一下他 爸爸你看到了吗 凭什么 就是他搞不好也会唱回去一句话 就说凭什么 因为就凭爸爸没考到 爸爸死之前也要看到一张证书 是是是 他就这样 我就是这样 我爸爸考不到台大 就希望我考台大 如果你遇到这怎么办呢 爸爸做不到要你做 他要我考的话 我就真的好好研究锁 然后把他锁起来 会扣钱 真的是 小燕姐怎么办 遇到这种 孩子其实 孩子都会这样子 我儿子有时候讲他 你不要这样子 他你们大人也这样 我说大人不一样 他说哪里不一样 都一样是人 然后我就哑口无言 我觉得 不管今天这个提问 我有个想法 我以后会改变 改变 我跟儿子之间 或是跟我的学生 年轻人之间 我会用比较开放的心 去接受他们年轻人一些想法 看看 长辈都这么说了 你 我也会努力改变 我决定以后 再也不跟小林老师顶嘴了 多好 而且以后定期 带着他的徒子徒孙 定年去探望你 怎么那么棒 而且你什么都不用做 真的 就坐在那边 也不用讲话 也不用做什么 只要非常神器的 怎么样 待在供桌上 接受大家三鞠躬就好了 我是神主牌 不是 阿妹 阿妹 人的信 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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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们下一集 也可能看不到明翰了 OK 知道有白目的人 没遇过这么白目的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 跟你的长辈 跟你的孩子 一起相处得非常愉快 乖客人们 乖客人们 我们下个礼拜见 好 再一次为大家 介绍今天所有的演员 首先是欧爷老师 跟谢晓玲老师 还有王伟 还有我 宋明翰 乖客人们 下个礼拜见 拜拜